大家好,我是小杜 目前美军部队内有很多华裔军人 他们有的在本土服役 有的甚至也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 其实美军的华裔参军始于小布什时代的紧缺人才征兵计划 紧缺人才征兵计划是美国为了解决征兵难抛出的 用绿卡来吸引他国年轻人到美参军 为三年后可获得美国绿卡 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多国的青年 他们怀着一腔热疹去美国卖命 只为拿到绿卡 凭着可快速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和参军的优厚福利 在过去十年里 各军种通过该项目招募了一万多名移民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韩国人 其次便是华裔 这个政策无疑给那些在美国的留学生提供了一条捷径 但近几年来 由于美军对于安全担忧的日益加剧 该项目陷入了争议 在2016年该项目终止之后 数以千计的移民 在征兵过程中受阻 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通过更新后的筛查 由于背景调查进展缓慢 数十名移民新兵退伍或者合同被取消 引发了投诉和诉讼 其中近两千名已经签约的华裔身份士兵没有了着落 很多人多次被通知 将继续进行背景核实 相关的亚裔维权组织 也仍在努力推进此事 不久前 美国军方就又决定开出两名中国籍士兵 这两士兵已经服役两年半 原因是调查发现 他们两人的爷爷都曾经是中国军人 美军怀疑他们会威胁美国安全 所以开除其军级 不给其发放绿卡 不过虽然很多人的绿卡梦破碎了 但还是希望加入美军为美国服役 在普通人看来 既然都说着同样的语言 有着同样的祖先和更亲的血缘关系 这些加入美军的士兵 怎么肯定会在战场上对自家人留一份情面 但从近代数场战争来看 外籍士兵对本国国家的士兵打得更加凶残 下手更加凶狠 二战期间 美国雇佣和吸纳了一些日益和得益参战 这些外籍士兵被编制进同一支部队 往往这些外籍士兵集中的部队 通常会成为对自己同根同源的同胞 痛下杀手和攻击最猛烈的主攻方向部队 而外籍士兵亦有在美军混入高层的 比如艾森豪威尔和尼米兹等人就是德裔 但他们在欧洲战场上对德军却从不手软